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很喜歡日本 然後我們其實三個之前就有在聊天說 我們要在東京就是街頭然後散步 然後聊天我就覺得我們就一定覺得很舒服 因為其實生活的步調都比較慢 然後就會很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也很安靜 然後就是很喜歡日本的街道 因為還有店家因為都很精美 就是每家店都感覺很想要進去 不管是不管他是賣什麼的 然後我也很想說我們三個一起到東京一起 就是有一種旅行的感覺感覺很不像工作 對我們昨天晚上在房間的時候才聊到 對很開心來到這邊 我們平常在台灣就很喜歡買日本品牌的衣服 所以這次來也打算大肆採購一下 其實我們兩個愛好的東西 我們三個愛好的東西都滿像的 其實我覺得拍我的男孩我收穫也很多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最大的禮物就是認識他們 這是真的 對因為我們因為我的男孩 然後到現在也剛好兩年 然後我們的感情都一直都很好 因為我們其實那時候在拍之前都不認識 然後我們第一天就是拍小劇場的戲 然後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就會覺得我們三個好像認識很久 然後都很有默契 辛苦的事情 就是在尼古魯小劇場裡面 我們常常要辦一些很浮誇的造型 然後還有反串 就是扮女裝 穿女裝真的很辛苦 其實拍戲算是一件工作 但其實如果遇到對的演員就一起工作的話 其實不管再辛苦都還是很開心 因為會收穫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就是一樣就是因為我很喜歡演戲 所以目前還是都是以拍戲為主 然後也有就是有新的戲要準備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也能夠拍更多好的作品 其實這陣子拍了很多的作品 不管是電視劇跟影集還有電影 然後很快就可以會跟大家見面 那其實對自己的未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設限 就是我覺得可能還是會以戲劇為主 因為我很愛演戲 但可能不同的方向 可能音樂或是其他方面的事情 可能也會去做一些嘗試這樣子 對 我本來就是學電影出身 所以我正在朝電影製作 還有劇作家的路線前進 那我最近也剛好企劃製作了一支廣告 找了我的朋友徐光翰來演出 那希望未來我的電影或電視劇本 能夠再找兩位出演 我一直對許光翰的表演非常滿意 那他在那部作品裡面讓我覺得 果然當螢幕後面的人或螢幕前的人都各有各的樂趣 那我也享受到那個樂趣 對 就非常的興奮期待 因為剛才我們有彩排一次 然後真的是跟自己想像的還要更盛大 對 然後就還滿期待可以跟大家有 跟粉絲有很好的互動 然後大家希望來的都可以很開心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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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 第一次到東京工作這樣子 然後也希望呈現最好的結果給大家 希望大家滿意這樣子 我一直都是日劇的粉絲 所以能夠來東京 然後跟大家一起工作很榮幸 然後又遇到那麼多用心 然後認真的工作人員 就非常開心